記憶馬克思誕辰200週年的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所有中共政治局常委以及國家副主席王岐山都有出席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發表講話 以最尊崇的字眼形容馬克思的一生 是馬克思主義最厚重最豐富的著作 被譽為工人階級的聖經 馬克思給我們留下的最有價值 最具影響力的精神財富 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學理論 馬克思主義 這一理論猶如壯麗的日出 照亮了人類探索歷史規律和群求自身解放的道路 馬克思至今仍然被公認為千年第一思想家 習近平說馬克思對中國的未來已經有所預見 科學遇見了中國社會主義的出現 甚至為他們心中的新中國取了亮麗的名字 中華共和國 習近平說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之下 應運而生的政黨 他說中共由建黨、建政 至到現在的新時代 都證明社會主義適合中國 習近平說中共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和實踐者 提出要由經濟、文化、環保、外交等方面 將馬克思主義和現今治國方略相結合 堅持把黨的建設、政治建設擺在首位 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 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做到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永遠保持共產黨人政治本色 他又要求全黨更加自覺和克服學習 包括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內的 各種馬克思主義理論 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 不是簡單延續 我國歷史文化的模擺 不是簡單套用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擺 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 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 也不是外國現代化發展的翻版 社會主義並沒有定於一尊 一成不變的套路 習近平說隆重紀念馬克思誕辰 除了向這位最偉大的思想家致敬之外 亦都宣示中共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念 有線電視記者黃慧瑜北京報導